你如果问我最好吃的菜是什么 那对于我来说肯定是红烧肉 而且能和红烧肉相抗衡的那必须是肥肠 无论是红烧还是炖煮 包括北京有名的小吃炉煮火烧 甚至卤菜经典九软大肠 肥肠之香是让人无法抵抗的 肥肠我一般会买已经烫熟处理好的 真的不愿意自己去收拾 太过于麻烦 烫熟的就省事很多 先切滚刀块 锅里烧开水后把肥肠焯烫一下 加点白醋和料酒 目的就是为了去除异味 然后炖煮一分钟捞出沥干水分 例如今天做的肥肠面 其实这个焦头搭配米饭也是极好的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含有丰富的脂肪 这就是香的根源 当然对于现在讲的健康饮食来说 多吃肯定是不健康的 毕竟油脂太大 适量的吃点解解馋还是没有问题 尤其是满足味蕾和心里的那种感觉 会让你更健康 锅里适量油 先将豆瓣酱爆香炒出红油 倒入肥肠 加葱姜 八角 桂皮 香叶 陈皮 然后倒入热水 炖煮30分钟 如果你喜欢吃肥肠 那么怎么做都是美味 而搭配豆瓣酱红亮香辣会更加的诱人 炖煮差不多的时候开始煮面条 手擀面肯定是首选 鸡鸭面也不错 实在不行 挂面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碗面的主角是肥肠 面条只是个陪衬 最后烫点青菜捞出面条后 倒入炖煮好的肥肠 红亮的颜色加上香气四溢的味道 真的是一种满足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选择这种处理好的肥肠 那么这道菜就非常的简单 不常吃只是偶尔过一次饮 那种香辣绵软又有嚼劲 最后是满嘴流香的感觉 舒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